到在25岁美国现役空军战士亚伦布什内尔 在以色列驻美国使馆门口点燃自己高呼FreePalestine 最后不治身亡之后 全世界各地以色列使馆门口就涌现了规模不一的抗议示威行动 于是现在媒体非常关注布什内尔案之后 以色列的加沙的行为是否有所改变 内塔尼亚胡声称即便跟哈马斯谈好了停火 加沙最南边150万人蜷缩的拉帕口岸也一定要打 联合国估计如果打起码有几十万人伤亡完全无所谓 这样的行动是否会有改变呢 那么联合国人道协调厅Ocha的发言人 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 之前他们与世卫联合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地雷行动处等 组织起了精英小队冒着生命风险 从几个被IDF围困的医院里 产生出了断电断水随时可能死亡的病人 比方说需要渗透息的 比方说临盆的孕妇 比方说刚刚生产不能自主呼吸的 早产儿等等啊 是他们组成的精英小队 那么现在呢Ocha人道协调厅 在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家的阿尔丹先生 安理会明确表示 在加沙哈马斯就是联合国 联合国就是哈马斯 并且在亚伦布什内尔点燃自己之后呢 联合国官方网站新闻 终于放下了所有的爱美 一再点名以色列有很多世界上的媒体声音 主要是以色列媒体或者是美国媒体啊 说现在的世界向加沙捐赠的物资 根本进不去加沙 是联合国所谓的运力不够 组织力太差 古德雷斯当时明确表示 是以色列不让运 而且不提供任何便利 甚至袭击车队 那么现在雷尔官方信红网站 我们来看一下啊 非常明确的强调了 现在150万人全做的压发口岸 需要的物资比之前还要多 因为之前早就遏制了 但是呢能运进的物资 比之前的一半还不如 甚至精英小队要的医院去抢救这些 离开机器没有水没有养尽 随时可能危及生命的病人 临盆的孕妇早产儿 还要遭到以色列IDF国防军的阻挠甚至袭击 欧尔查人道协特厅的发言人 也是首次向全世界媒体 公布了害人听闻的案例 能令人发指到什么程度 已经多次提前向IDF 报备所有人员的情况下 居然呢还将载有病人的救护车拦下来 要求医护人员将所有衣服脱光赤裸 接受IDF的检查 并且呢无故阻拦救护车队 长达7个小时 在早就多次报备的情况下 依然无理由拘留了三名医护人员 现在仅释放了一位 还有两位没有释放 也没有给出拘留的原因 我们看一下欧尔查 人道协特厅发言人 首次向全世界媒体 公开披露的害人听闻的 以色列如何阻止救护的事例 在25 february so that was sunday the palestine red crescent society and the united nations evacuated 24 patients from al-amal hospital in hanunis including one pregnant woman and one mother and newborn despite prior coordination for all staff members and vehicles with the israeli side the israeli forces blocked the who-led convoy for many hours the moment it left the hospital the israeli military forced patients and staff out of ambulances and stripped all paramedics of their clothes three palestinian red crescent society paramedics was subsequently detained although their personal details had been shared with the israeli forces in advance while the rest of the convoy stayed in place for over seven hours one paramedic has been released and we appeal for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the two others and all other detained health personnel this is not an isolated incident e convoys have come under fire and are systematically denied access to people in need humanitarian workers have been harassed intimidated or detained by israeli forces and humanitarian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hit just prior to sunday's incident two family members of medesans sans frontiere were killed in an unprompted attack by israeli forces against a deconflicted compound where their staff and family members slept 好除了要求 医患人脱光的 还要求病人 全部下车 收看过之前 博生院的视频的 朋友们 记得这一次 联合国去救人 是有个人 拿这个东西 在拍的是吧 拍的到底 里面是什么情况 救的是个什么病人 四个人 抬着那个病人走的 那病人 根本不能走路 在床上 那这样的病人 在医疗团件 不完备的车上 被强迫下车 有可能是放在地上 你不能指望 人家没法站在 站着吧 然后再等七个小时 这里面不是什么 舒服不舒服的问题 结合之前 以色列方面的一些表态 我们不妨大胆设想 假如有某一位病人 在以色列强迫车队 滞留的期间 不幸失去生命的话 那么以色列的媒体 会怎么报道这件事情 这个是个 让人想起来 极被发凉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 非常希望问出来 因为结合之前 发生的事情 和现在能发生 强迫国际人道主义者 医护人员 全部脱光接受检查 已经是多次 提前报备的情况下 这种事情能做得出来 还能够不提供 任何理由去拘留 还是说 Orchart新闻发言人 后面有补的 又再次袭击了MSF 无国界医生 医生的家属们 那之前也说过 写着大大的MSF 贴了车的每一个面 除了车体 全都贴了 但是依然遭到了 IDF的枪击 导致了医生的家属身亡 那医生有没有 被IDF袭击了 也有 阿布努加医生 非常有名 SEJ二栏的那个律师法官 如果还记得话 没看过 可以去看博审院的这个视频 放出一张白板 上面写着 活到最后的人 负责向世界 讲述我们的故事 我们已经尽力了 请记住我们 再来就是破破烂烂的 被轰炸过 皱成 不知道怎么形容 那一块白板 以色列的空袭 把医生给炸死了 所以已经明确的 非冲突去 去杀 无国这医生的家属 已经明确是医院的地方 可以空袭 炸死医生 这些全世界公认 以色列科也不是 美国都认的事实 加在一起 那么刚刚我那个提问 应当不能说是过分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半岛电视台 也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卫报报道了 半岛电视台报道了 说能够进入加厦 根本没饭吃 为了孩子起码 要去搞口饭 留出来一些 这个视频片段 父亲就是 捏着孩子的头 痛哭流涕 说我不知道养你 还有什么用 我根本养不了你 没有面包 没有水 没有面粉 上天为什么要这样 责罚我 这样的视频 所以说能有一辆 分发救济的车 出现的肯定是要拥挤的 结果IDF居然像 这些满心欢喜 已经拥挤着 准备去拿救济的 巴勒铲人开火了 而且不只是步兵 天上还有攻击的 什么无人机 还装甲遮杀的 开火了 那么根据 加厦卫生部的消息 半岛电视台援引了 一个数字 是加厦卫生部说的 现在是哈马斯控制的 索安数就我说话 刚刚这件事情 发生几十分钟 这一刻 104人 受伤760人 就是说大家 如果你们看到 这个视频的时候 再去查这个数字 应该还会上涨 那么由于104 这个数字 是加厦卫生部说的 是哈马斯控制的 他有没有水分的 可能有水分 但是开枪 开没开枪的 应该是开枪了 为什么 因为底下还有 埃及已经明确 就这件事情 谴责以色列了 所以数字不数字的 很难说 明确也告诉各位 加厦卫生部 现在是哈马斯控制的 但是埃及一个国家 跟着去谴责了 说以色列这样的行为 我们看两个形容词 第一个 shameful crime 是可耻的罪行 flagrant 令人发指的 对于国际法的违反 那么埃及的外交部 明确对以色列的谴责 国家外交部 开火这件事情 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新闻提供了视频片段 截图在这里 那么再次是根据 相关法律法 各个相关创作限制 我这里不可能放视频 内容是 整个板车上面 躺满了失去生命的人 旁边全是 悲痛欲绝的亲属 这两件事情呢 加起来很不幸 又严重了 Bushnel这件事情发生呢 并不会在宏观上面 以色列做出什么反应 以美国为首的所谓 那四个国家的国际社会 也是不为所动 以色列照样是该干嘛干嘛 并且 如果说和之前比起来 公开的来说的话 那现代的这些行为 可以说是变本加厉 就算是一些国家 大家可以把大脑里的知识 倒出来是吧 就算是一些国家 也 国际的人道主义团队来的时候 也得装装样子吧 国际的人道主义团队来了 无国界医生来了 你杀无国界医生 杀无国界医生的家属 叫人家医护人员脱光了 接受你的检查 这种事情也是 相当少见的是吧 以色列做到了 那么报道这则新闻呢 另外说一句是 非常上心的印度媒体 为什么又是在印度媒体 这么愿意报这个呢 因为老观众应该记得啊 印度人在这上面呢 是有PTSD的 印度的一位驻美的外交官啊 由于雇了印度的佣人 结果那个佣人呢 想借他的名义搞政治避难啊 结果这个外交官就非常不开心 有了一些冲突 美国警察呢 就把外交官给逮捕了 虽然他是外交官啊 有外交豁免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美国警察嘛 你要当场不逮捕的话 说不定击毙了 所以还是抓到警局去 把这个印度的女外交官 扒光了检查 引着印度全国上下震怒 也是前所未有第一次 驱逐了美国外交官啊 随便找了一个 不知道什么理由 所以说印度人在看到呢 说这次有国际的人道主义者 医护人员去帮助 非常困苦的呃 加沙民众啊 首先他们就回想起之前 英帝国殖民主义者 对印度人是怎么样的 那时候国际社会 还没像现在有这么多的组织 去帮助他们呢 结果还遭到了 和自己外交官一样呢 浑身扒光裸体检查 IDF是这么做的 所以印度媒体和印度人呢 PTSC群情激愤 另外一个呢 也是同样啊 被言中的 就是假如现在已经到了 人类当初制定 一系列国际规则 所设想的极限 那么事实上触碰到这些极限 也没有什么惩罚机制 并且呢 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 惩罚措施 都不说惩罚了 去阻止这种行为发生的话 那么之后世界别的地方 发生冲突 我们还能指望 就算是打仗 起码有些行为是做不得的 起码 人道主义者 救人 是应该救的 是起码有一些 作为人 必须有的 那些共识的啊 这些共识 还会存在吗 这个世界还会是 我们之前几十年 所认为的 所熟悉的那个世界吗 维护全人类 打完了二战 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些 道德准则的最后机会 可能正在我们的眼前 逐渐消散